大家好,跟大家介紹整巴科林拍攝的程序 當你收到攝影師的卡片 再插入電腦就會顯示一個硬碟 因為A73的相機和相機的相機有不同 一進來就會看到這個櫃檔 按進去就會看到兩個櫃檔 再按這個位置 再按CLIP 就會有當日的影片 因為我今天試拍了一條 可以先拉到電腦 在電腦上可以開一個櫃檔 這個名字可以選擇 我選擇了靖巴科林Movie 再按進去 就可以開啟當日來拍攝影片的日期 這是第一日期 第一日期有幾個長次 假如我拍攝01A 就可以開啟01A 和CAM2 就是兩部相機 那時候就要知道哪個是CAM1和CAM2 盡量去分析哪個 方便去拍攝那張長技 不過如果你負責做長技 你也可以記錄哪個是CAM1和CAM2 這個方便一點 可以拉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CAM1和CAM2 要留意 因為CAM1和CAM2 要留意 因為CAM1和CAM1的數碼 因為CAM1和CAM1的數碼 所以要小心不要加低 CAM1的數碼 就要免得掛了CAM2 或CAM1的數碼 所以要小心一點 所以要免得掛到自己的手機 如果你的手機的硬碼 容量不足 其實都建議帶上外置硬碼 有些甚麼都可以 立即有一個硬碼 可以免得掛到 至於自己的硬碼 或者自己的硬碼 抄後 可以回到家 再抄上Google Drive CAM1和CAM2 我已經試過一次 之前也試過 試派日的項目 其實也是一樣的 開一個項目 2019 07 08 可以寫在第一項目 接著 Double K 進去 其實也是把長次開啟 01A 然後開啟 其實開啟後 會放一些櫃檔 進來 我預先在自己的電腦上 已經開啟櫃檔 其實就是這些櫃檔 其實就是這些櫃檔 建議大家可以預先在自己的電腦上開啟 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開啟 這樣就方便你 插影片 然後 拉進來之後 自己上載 然後 那天的CAM1和CAM2的影片 可以放在Footage 這個位置 CAM1和CAM2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歡迎提出 包配祝福大家